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今節最主要是說東京食屍鬼漫畫版在動畫版之後的故事 對啦 所以不想聽劇鬥又要再提一次 就可以之後再聽 不是不聽 為什麼這麼交叉離開 一開始其實是說金木在變成白發之後 白發燒煉師 罕有地是唯獨在動畫中唯一這一節大發神威的條段 在他最光榮的時代 在他十九歲生日 即是說生日是比較特別的 要殺了光輝就不等於永恆的 大家對壽星也比較有同情深的 主角威能 MX定律 初登場有三倍威能 其實之後開始他就沒什麼用了 一直是%金木有多厲害 即是金木有多厲害 即是%金木有多厲害 他不是黑者的 他在%金木裡面 李錫跳車裡面的核子有多厲害 不停是外部環境 不停吹噓金木應該會有多厲害 雷霸會霸佈 但是在戰鬥場邊就是說金木有多厲害 因為你說過了青銅樹這個部分 因為他同步 青銅樹那裏是走去打35或25區的食種收容所 打到可以SS層 所以放了一些人出來 包括一個叫做 都是姓神代 即是和李錫是同姓那位大叔出來 那位大叔出來 那位大叔出來 已經打到金木 都不用用黑子 基本上都超人類的方法去打他 即是打撒旦 我最喜歡那一段 就是當金木和古董聚在一起之後 金木就決定了 我要找一個自己的道路 所以他要離開古董 因為其實那個case 跟我們第一節會說的就是 金木覺得古董那一套 其實不會是適合到他的 我有單飛 那當然對他來說就是 青銅樹裏面那個人就跟了他 晚唱也跟了他 我覺得那一刻月生是最正的 月生看到金木就說 嘩! 我的氣質不同了 然後說 我成為你的劍 然後金木就跟他講了 其實機程度不得了 那一刻他說 你只要你有什麼移動的話 我就懲罰你 然後月生M的屬性完全是覺醒了 他原來是一個S 他就說 你錯了 他的假名是MMC 他馬上說 金木 Bad boy more I ain't like 不是 他沒有說I like 他就說 阿摩你 阿摩你 對他來說 金木的成長 是對 他到最後吃到他之後 是會有一個更加大的吸引力 所以 月生作為一個叫做 炸彈 叫做一個 隱藏的計時炸彈 而金木 在他的思維 當他決定了他自己走一條命路之後 他的決斷力是很高的 對於月生來說 這塊牛扒主導 就說我要熟成 應該會好吃些 也證明其實金木之前 只是純粹在決斷上的一流寡斷 當他覺醒了之後 他就覺得 月生作為美食家 即是他在食屍鬼界 有一定名氣的人 其實對他之後要做的事有幫助 一定名氣也是二十區 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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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計時炸彈 但他知道 能夠控制住他 結果其實 利益是多於弊端的 等於 為什麼 店長最初找他一齊來救 因為有他在那裡 成功率會增加 是的 而 月生肯答應的 就是說 金木是他的 他不容許其他人 掌佔他的食物 這個動畫已經出現過 不要吃我要吃的東西 董香咬下去 妹妹也跟進去 對他來說 他是信任金木多於 古董裏面的人 因為金木而留下 是古董 他的連儀跟金木不是古董的人 因為打開他的心窗也是金木 救他也好 跟他媽媽的遺言也好 識字也好 所以他也是跟著金木離開古董 金木就開始他的 單飛 你可以說單飛 突然出現了一個新公會 再自己拆任務 那其實呢 開頭我看漫漫的時候 我看這裡 其實我覺得 哇 金木 終於到他威了 但是跟著 當我再看了五六環的時候 他就說 金木去了哪裡 之前很厲害 那些東西 為什麼不見了 原來迫虎也不是很厲害 你會覺得 迫虎只是SM而已 不是打 沒事的 這套東西裡面 我看到出來的一個效果就是什麼呢 當金木變勁了 去到一個不同的層次之後 跟著 作者告訴你 你只不過是這個層次裡面的最低水平 不是很正常的 你安拉基 玩到15級 很開心 先打一招 一招一招 一招一招 你變死了 沒事的 而這個情節是反反覆覆 到最後 都依然是發生著這個情節 金木只不過是可以在 給他低層次的人 不是啊 沒錯 水晶弓 第二組別 是拿第一的 上到英超他就是護級的 這個就是金木了 很到位的解釋 亦都是的確如此 在故事裡面 亦都是這樣 而開始了金木苦難的開始 因為金木 他所謂要實現 其實都不知道實現一些 他自己什麼的理想 其實他都是在尋找 他純粹是要單飛的 而 在這個尋找的過程裡面 他就是要面對就是什麼呢 比他更加強大的敵人 還有其實 有另外一些伏筆的 因為其實 他被青銅樹捉了那時候 他問他 咦?他是不是你小的 咦?不是啊 他那時候都說 是 放穿我腦頭 不知道怎樣怎樣怎樣 他不對你做什麼 其實 當刻 在金木心中 其實都有很多疑問 店長其實知道什麼呢 所以其實 也可以當是另外一些伏筆 就算之後 他見到不同的奇蹟 乖乖的人 剛才說到 例如神代 跟大叔打 也是沒得打的 你加上月山那些一起打 也是沒得打的 人家的男人都是很厲害的 然後 然後 小黑小白 都是不太夠 都是平手的 而更加深的就是 講到 調查官的能力也是三級 你會覺得就是 青銅樹那些人 喂 那場打的時候 說 你們放水的 打不進的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說到 不要去打核者 是連S級 或者SS級的食屍鬼 已經是對這個調查局 已經是很難應付 但是 之後 在之後的故事裡面 那時候 S級是什麼 S級是被人打念用的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 S級那個起源 他漫畫說 S級就是 當年 這個 獨眼之囂出現 大量 他殺了很多 調查官的什麼 這個很危險 變成S 然後他再襲擊 不知哪個地方 再提升 成為SS 然後 再又是類似的 又是不知 集擊哪裡都搞他不行 然後變成三條S 你說到就是說 SS 或者S 哪怕是 起源是 毒眼之囂的吸收你 但是去到後面那些 你想一下囂是有多少個黑爆線 可不可以同級呢 我又很難定義 而最大的問題 OK 我當S級 是一個平級單位 目的投資 S應該是宜有級 其實他根本上是去到後的 S級只不過是一個基本 在食種和調查官裡面 就是一個 passing 就是 你沒有S級 你不要走出來 現在課金 你沒有S級 你不要走出來 地球很危險 快點回古董 這個古董 而 在地下 在實驗室這一役裡面 其實 金木是被評為 兩條S的 而兩條S級的食種 都要被人打念的話 我覺得是 當然你叫做說的就是 但是他開始出的 都出特等的 金木 其實也是一個很不穩定的存在 他的實力也是很飄的 因為他在地下室的時候 他被人 在地下室 坐著氣 那貌氣就很厲害 之後沒有被人約過 沒有吵氣就發不出氣 也是這樣說 其實金木以為他知道了很多 其實在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 不斷地表現 而金木 誰知道你又得委了 那你現在變成了這樣的存在 亦都因為你這樣 而我有信心就是 其實是可以做到一本食屍鬼出來的 你作為第一個實驗品 你高不高興呢 即是科學怪人 亦都說到一個爆點就是 你其實是未死的 其實他說到他未死 救回來之後 很餓 沒有理性 跟著都沒有話說過他 是啊 跟著這件事就 蛤? 去了哪裡啊? 只是每一次的事件 就是帶給金木更加多的迷惘和迷惘 而他的能力 你錯了 是帶給金木和讀者 因為這些事情很多 最後都沒有說到 至少他第一步完的那一刻都沒有說到 喂 我不要理他第一步先 小黑小八點 又說什麼致命傷 一個致命傷而已 不是兩個致命傷 那兩個致命傷 消失人世 吃粥不太好 失物力嗎? 致命傷是小事 只會回生 不是他致命傷是黑包 食屍鬼說過的 你黑包受創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早前的 就是早前的 其實就是 迫苦 因為他說他有三個黑包 他吃東西 其實他破壞到我一兩個 其實不會馬上死 他還可以恢復 誰知道他就是 被人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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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 sorry 那一日是金木唯一一個可以約人 約到說 我沒有興趣 你想死嗎? 我不讓你死了 現在就 有馬最喜歡說 是時候說你的經典對白 誰 放置屁 你說了 可以嗎? 喔 而 因為其實去到後面 其實他是越說 其實是什麼呢? 我覺得後面是有點失控 失控 在失控的時候 突然之間 這個故事去得太龐大 其實老實說 你過了真戶死之後 其實你會見到的 畫風是漂亮了少少的 可能受歡迎 認真點說 跟巨人有少少相似 但是巨人越說越噁心 當然有時候也不太穩定 但是問題來 打鬥都開始嚴峻了 去到剛才說青銅樹那裡 因為其實你會見到 他一打董香的弟弟那裡 其實那些分鏡 或者打鬥都越來越亂 放置親身體 看漫畫 我分不到誰打誰 就是他的樣子 我分不到 因為他是黑影來的 真是黑影論來的 你看到一些東西在飛啊飛啊 有一個人 巨人 你認不出有人 因為巨人差了樣子 這裏認不出人 因為那個人 那個人是無法批評的 你看不到 好像你兩個人打架 應該是兩個人來的 但你不知誰 所以我覺得他們 應該是戴我的面具 我會異認一點 兔仔面具 什麼鬼面具 你戴一些面具 可能更好 你這樣搞法 有時候誰打誰 不是認人能力問題 有時候他的場景 你根本沒有表現出來 你只看到一個人後身跳 有些東西伸出來 有風景 問題是 我看到你伸出來 我知道你那條是美黑倫黑 等等什麼 我都不知道誰打誰 最不好的 其實就是 他調查官那裏 因為故事失控 食屍鬼的戰鬥力級數 是幾何級上升 之前說到S級 和SS級 多麼珍貴 然後是量產型的出來 就快有 食屍鬼的戰鬥力高 很正常 是人類方丈 你突然飆高了才是不正常 就是人類方丈 就是他不停加一些外掛 不停是突然之間 我生產了很多外掛出來 然後就突然之間 令到他們 可以突然之間 跟S級 甚至SS級 甚至三個S級的敵人 去做一個護角 不是護角 是單方面虐殺 還未去到虐殺 你去到那個護角 然後就不斷說 裝備這個很危險 我真的看不到危險 其實你們不斷說 會被衝擊 會反誓 會反誓 至少我未見過一個人被反誓 現在 沒有 那個人死了也未反誓 安全到爆 飲室會中水毒 知道嗎 沒事 是安全到爆 是這樣不停強加外掛出來 不是飲水 是飲高度危險化 以這個外掛 最悲情的就是金木 我是不停被外掛表 他很辛苦地 他根本上是被一個敵役的對待 就是在一個故事裏面 作者寫敵役的對待 不是被淡 也可以這樣說 經過艱苦的修煉 我出來威一會 威幾秒之後 我就是一個被虐待的單位 你簡單一點 課金遊戲 金木可以幫你抽一隻UR 哎 開心了 練爆燈 可以讓人打電 整件事都說 喂 你不要這樣 就是說 我不介意你虐待金木 但是你不要說到 金木是變成一個 戰鬥單位計算的角色 甚至是 知道怎麼算 而且你開始覺得 不合理或者非理性 因為你本身說到 就是說 搜查官那些 他叫什麼 傅克 那些武器 他是由黑包 模仿黑子做出來的 因為黑子 其實都是人類的 你當是用電 他用電 他用電話訊號去刺激他 做回那些效果出來 改造 但是問題來 那你那些RC細胞 他漫畫形容 他說是鋼鐵一樣的細胞 那為什麼有馬雅之雷鳴 我不知道雷鳴的意思是否真的 因為他很放電 但是他去到後面那些武器 我覺得 不會有一個乳黑 可以射到那麼恐怖 我覺得有點難理解 他用科技的力量 他凌駕得太厲害 我不介意最終 應該說 最終結果是會做成這樣 所以你才可以做到 就是人類和吃屍鬼的 互相的角力大戰 但問題是 吃屍鬼方面的戰力 是沒有進步過的 甚至你叫得更荒謬 就是什麼 入奸 還是入見 我忘記了 就是黑狗 黑紙都未出 就收了皮 而最大的問題是 我覺得是 執行官那邊 他將核子的一個設定 他是無視了 因為其實就是說 你要用核子去形成武器 其實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但是你看到執行官那邊 是用得很爽的 他們根本是沒有能量限制的 你會看到 他插了濕電 那是阿羅斯細胞的補充 大哥 你沒有上了金雞 你做到這個 然後就是 叫拖把 像常識把 去到Hill的包圍戰裡面 所有的S級 SS級 為什麼會輸 就是因為被車輪戰 正常 不是 車輪戰輸都正常 你去到最終戰 店長 或者小曉 都是被人圍的 那沒問題 但其他那班人 都會混亂混 真的 你覺得在看那些 Fairytale One Piece 全部少年馬話 一混就一混 這樣打 但問題是 食種 問題 他去到最終戰 有誰還在用乳客 有誰還是低持久力的人 好像沒有 或者沒有出過 將戰鬥特勝是無效化的 然後各個就是什麼 各個都是萬能型的 戰鬥單位 而且武器會變形 各個都會異端的 突然之間你 進展前的設定 完全是崩潰了 大步驟 我看不出這場是一場什麼 有原本食種的戰鬥 現在變成Mond Hunt 因為原本我們會看的 食種和人類 審殺官雖然他打 但都是人類範疇 但當去到殺官 不是人類範疇的時候 這套已經不是人類的 我覺得就是人類 其實你在這裏 我一直想看人類的智慧 如何去利用它 但人類的智慧 不是告訴你 我喜歡單賊 我喜歡一對一 我喜歡正面對抗 如果這樣的話 現在真的十八同人 怎麼辦 你看到的 去到後面 每個執行官 哪怕是低一點的執行官 都說 低一點 我一定站在前面 沒有戰術 每個人都站在那裏 站在食屍鬼面前 你們幹什麼 你們現在 你們是不是身體能力很高 很好打 你有沒有見過馬碗門口的牌 是不是都凍在那裏 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 我們之前 就算看珍湖 去食屍鬼打 珍湖和董香他們打 也好 和董香他們打 也好 其實珍湖他也不完全是正面交通 他只是在那裏 他不停是用話術 去令到董香的情緒 產生變化 而更加容易預測他的行動 這個才是 就是珍湖那一戰 我才看到人類 如何用人類的智慧 真的用到他的比喻 就是 就是人去追法阿里 其實追不到 最簡單是什麼 拆了他的盤子 加油 立即滑油在地上 你去搞他 令到這件事 兩方面可以有得打 因為他不是一個萬全的狀態 但去到後來是什麼 就變成了太空坦克打太空坦克 純粹一邊是 你是聯邦 你是智湖 但是同型號的基利 而你看到最恐怖的就是 去到後面就是 能夠對抗S級的守衙官 他們的生態能力 是全部跟食屍鬼一模一樣的 滲了位 你們是不是食屍鬼來的 你說一聲 不如 他們沒有穿身形的規格 對 然後我說 你不如說你是食屍鬼 我這樣更強 你知道整件事 你看到後面那個大叔 好像有蘇那個人妖的大叔 拿著炮和魔元打那個 沒有變過新的 和黑狗打那個 也沒有變過新的 個個都沒有變新的 大佬 尤馬不要說 尤馬你有沒有變過新的 尤馬你有沒有變過新的 多帥 這次來的 虐待到是什麼 連虐待的畫面都沒有 就告訴你 他不見面 沒有 沒話說 你很多 譚少佳 灰飛燕 完全面對面都是 Sniper 那一節的弱點 其實最好看的 都是看金木 再次面對他的Fan 他肚餓的時候 Heeder 即是鷹 那一刻 根本上我是看整個Hugh Bean 那裡是最好看的 那裡才是真正 我看東京食種 我應該要看的內容 又是復北來的 其實那裡怎麼處理呢 那個Fan是浪費了 大家都知道在開頭 招呼給他做食種 接著不見過朋友 接著朋友就走開了 另外就是自己做的 你會期待他們兩個回合之後 一個是人類 一個是食種 他們兩個是對立場面 但到漫畫整套 當成一部完結的時候 他們兩個才叫見面 但太遲了 基本上已經沒有他們的回復 而且他見完面 說你可不可以再戰一戰 再戰一戰 然後馬上被人養 而那裡其實你見到的 就是他的Fan 其實是不介意他 老實講 對他來說金木就是金木 其實你現在Fan也知道 應該是 那Fan其實是感覺到 他未敢肯定 所以其實為什麼他想 去了解那麼多食屍鬼的東西 他就是想了解 金木現在面對著什麼情況 以及故事上 他應該可以屬於人類科 因為他不是收入官司 他不是收入官司 他完全屬於人類科 但他是輔助的 他是調查員 那些是輔助人員 大概人類科 又是說 大概人類科 簡單來說 他根本是一個Google 這傢伙的搜查能力 又是強大媽媽都認得 搜查官搜查不到的東西 他都可以搜查到 那樣東西不管 但那一節裡面其實 最精彩的是 他們兩個再次相遇的時候 金木受了嚴重的創傷 他需要收服 他就需要吃東西 前面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類 但是這個是他的朋友 他再次要面臨一個抉擇 你不要理會 這是不是一個虐待金木 心靈和身心的情節 你不要理會這樣的事情 但作者就是 當欣賞師兄一直在表現著 那樣東西 我們不是想知道 不停地出來說 有馬是可以和喬單對單對戰 有馬是有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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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有馬出來的時候有一個閃光 嘩!我覺得很厲害 他用武器很厲害 我覺得有馬你未免太過分了吧 而是有落差對比的 是不停吹噓 金木有多厲害 核者有多厲害 SS有多厲害 然後金木呢 焚躍在那個 是很大的對比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對 有馬這個姓氏 還是對有馬這件事是有一個情意結 他是吹噓的 他是跟他的吹噓的實力 是完全成等比的 而且他解不通那件事 甚至有個說法就是有馬其實就是食種 或者都是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他不是人類的 有些說法就是 因為大家想回 就是講回十年前 當時那一戰 就是帶著阿珍湖他們 那個特等已經死了 珍湖他們當時還有一些普通的 就是普通的低級的 還沒做准特等 特等的上等的東西 有馬當時是一個二等 是一個唯一在場的二等 他拿了那些特等的武器 竟然可以跟阿僑打平手 這樣去打 那其實這樣 怎麼解釋到呢 OK 你去回十年後的今天 真是當年今天 現在這個 0屋還是0六 一平六 他做不做到那件事 總之就是他閉路 但是 當然他作為 可以算是第三重要的角色之一 他都是重要的角色 你說搜查官裏 計算阿門之後 應該就是他的 但問題是 阿門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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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套作品裏面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將一些我們認為是主線大故事的角色 他在第一部裏面幾乎塌了 然後 我不知道 阿門應該未死的 不是 他是 金木也都 金木其實 金木也都不知道 金木是生死不明 但是其實 阿門是在戰死名單 但是 其實是神方不明 簡單一點 應該是 未必死了 金木在後面的故事 有一個疑似金木的 核包造成的核子的武器出現了 好像他在用那個 就不知道究竟金木是在什麼情況 現在是 嗯 其實 那個故事就是 我們 留了一大堆謎團 然後 接著就開始第二部 但第二部呢 他在說另一件事 他有 雖然 你覺得好像開始 聚焦翻 但問題 大家都已經 失失地去耐性 這些作品 很靠一個 就是你建立的角色去大故事 你可以整死它 但是你整死它之前 拜託你培育另一個 現在是未培育完 原角色之後 所有原本 表現得很好的角色 身死不明 不知道去哪裏 死了 他連上次 古董那一刻都沒有 不知道去哪裏 你有個留在那裏 可以帶個故事 還有你講一下太過分了 你這樣一句就說 道化師會 最終勝利 怎樣啊 小僑那一刻 我也容易接受些 你那一刻突然間 這樣怎樣啊 其實金木那一刻 其實我覺得是 什麼呢 作者有那種是 金木太難畫了 死了它 他畫到金木很爛 黑髮很難畫白髮 黑髮很難畫白髮 他合者化之後 其實他越來越抽象了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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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他越來越到戰鬥追求 算了 我也不知怎麼畫再畫他 他跟着畫那些都開始畫到 很過份形象化 已經不畫到外 我看完第一部之後,我對整套東西都沒有看過 我突然間完全棄了興趣 我突然想怎樣 我想全世界都呆了,老實說 你最後那十話八話,也不是十話八話 最後那六、七話 整個囂的維報片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大家都覺得每個星期都爆點 那個爆點不是好看的爆點 為什麼會這樣?你怎麼解下去?快點出快點解 結果就是每次他繼續沒有解過 然後有其他東西繼續側下去 這樣也行?不是吧?之後怎樣? 這樣也行?不是吧? 完了?搜查官大勝 搜查官大勝,人類滅絕食屍鬼 怎樣? 整個食屍鬼神經病 但我覺得這個故事其實不是說這件事 不知道 我們前期看的就是看人類和食屍鬼中間的矛盾 今天是做得很成功的 但後面的話,我不會得到人類 他們不是人類的那些人 那不是的,我用友台洞廢那邊的說法也是 我沒有看進擊都日巨人,我不是有看鹹超 我怎麼變成鹹超打鹹超,沒有意思 我們在看食屍鬼和人類之間的角力 他誤解了這個角力就是什麼? 角力就是鹹超打鹹超 出題,單對單 黑者打黑者,但其實那個不是黑者,那個是人 我不是想看這些戰鬥 你也不會表現這些戰鬥是好看的 你這樣其實只是看一套妖美 有什麼意思呢?其實沒有意思 我看妖美好過了,如果我看這些東西的話 妖美那些人都很精神 不,妖美你先分開誰 妖美就是說 我知道你們歌出來都是掛外掛的 你們硬碰外掛,大家硬碰看哪個外掛多 但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那些是什麼呢? 原本沒有外掛的人突然強加一大堆外掛給你 而那些外掛對他的身體的能力提升是沒有影響 但他的身體能力會提升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後面是很失望的 其實我覺得我是 真的不知道想怎樣 唯獨就是,會不會是 開流其他就是金木的離開,金木的自立門 究竟是不是能夠帶出來人類的黑暗面 或者食屍鬼的光明的一面 他帶來的就是金木衣添人被表 古董沒有被表 古董沒有參戰 古董繼續不知道在做什麼 店長有空出來拋一下球 四方有空出來拋一下球 結果大家都不知道說什麼 唯一知道的就是 阿酒寶原來不是吹衰,他真的那麼厲害 魔元 說自己是某某某之苦 魔元 我當年他作為魔元都很跳皮 直至在店長旗下之前 那你真的很厲害 但他真的很喜歡這個名字 當金木救走 他想不到你對手可以成為魔元的搖籃 你說夠沒有?你很煩 你也知道老人家免懷DONNY 你快來死就 敲一口氣暖土 不要那麼多奇葛 你收爹 麻煩 最終都沒事 最終應該死了 其實不聽吵 應該是吧 金木也死了 因為他叫他們走那條路 結果就是發覺有馬在那裡 有馬在那裡 有馬在那裡不得了 會死嗎? 有馬見鬼就殺了 你看看那個箱 究竟是魔元還是什麼 他放過了金木 其實因為那個箱 表達不了什麼 其實那個箱就 老實講 我覺得現在的案子 我覺得作者原本是想寫金木 分分鐘是 那個箱裏面 但我覺得現在的案子 他現在不敢做決定 因為他弄死了金木 其實那套東西是會禍的 其實是會 不知道的 你沒有一個人 可以取代金木的角色 老實講 你弄死了阿門 也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他現在生死不明的角色 他現在根本上 我覺得是不敢做決定 他現在在第二部裡面 我只看一些很小的節錄裡面 那些說話 他根本在周邊遊走 他找不到突破點 去突破這件事 他在那裡拖 是在那裡拖 不是啊 他拖回一個朋友 金木的朋友出來 說回人類科 就行 算了 金木的朋友 他也不知道 金木吃了他 他現在真是全新製作 除了真戶曉勇 在那裡之外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不是啊 我經常看完第一部 就是說 第二部是有馬編 有馬無失編 有馬無失過 不知道啊 我看完第一部 就是說 第二部是什麼 有馬屠殺 這個食屍鬼的故事 不是啊 正如大家這樣說 第一季是什麼 有馬的武器怎麼來的前傳 第二季就是說有馬怎麼用這件武器 所以總括而言 結果第二季暫時都不知道 所以總括而言 我得出他的結論中 什麼最壞都是有馬 噢 不好意思 我覺得其實最壞就是 加上搜索官下去 搜索官 拿上超級強化外拐之後 就會迷人類 不關事 有馬不出現 故事其實是不會 有馬不在 就千千萬萬說 SSS級搜索官出來 他真的是你哥哥 你不用那麼緊張 很多事沒有交道 董香的老爸 有馬不出現的話 其實那個case 就算阿金牧的情況如何 再生死不明 你之後再鋪那些故事都好 但你現在這樣搞到 你很難解釋有馬不殺他 還有有馬那種超外掛 太令這個故事崩壞了 應該沒有人打得贏 因為哪怕你下面那群蛋賞 那些都是one on one 但問題是 你要記住一件事 雖然剛才說了很多 就是 魔元和黑狗他們 其實還未算用黑子打的 嚴格來說 所以那群准特等 未變身形裝甲 變成像黑者一樣跟他們打 都還有一個合理性 可以在那裡 argue 但有馬他不是 有馬他就這樣拿著兩件 就在那裡說掃千軍 在那裡 開了不損血 老闆 所以其實現在 無論在故事情節上 或者在力量的層級上 其實已經崩潰了 整個故事裡面已經 我真的想不到他可以怎樣救 真的救不到 我真的想不到他可以怎樣救 你只能夠就是什麼呢 硬收起有馬 有給其他東西去忙 他要去拯救世界 就不去做其他任務 而交給其他人 他只是硬收起來 沒有意思啊 你說他在德國出差 例如 德國有隻很厲害的東西 然後整個外傳齊有馬無雙篇 有馬自己有個外傳的了 其實是年少的人 但我想他都未必一定走這個方向 就說下去了 你都很難說 Anyway 對啦 大家繼續看他會是怎樣 會是怎樣 會整個EXSSS級的 如果不夠大就可以了 還有看看他一月的 繼續播下去的動畫 會播些什麼給你們看 然後也是 尤其是你今季有個 技生獸 比一比之下 你又發覺 哇 那技生獸又跟他不同 技生獸真的是探討人 探討人 他在這部原本也探討人 但之後變成戰鬥漫畫 你明白 他戰鬥都並重的 其實他之前平衡得很好的 因為有金木這個角色在這裏 你別管那派 就是他 作者很喜歡約他 但他其實是很平衡的 戰鬥平衡 戰鬥是強化的 他不是平衡的 他後半 剛才都說到 他去了青銅樹之後 畫畫得漂亮了 戰鬥多了 詳細了 因為即使你說真狐打的時候 其實那些戰鬥都是 你看到他想做的 但他不會畫得很漂亮 很漂亮給你 但他現在是好 但搞到搞到搞到 搞到變成這樣 那樣子就不太對勁了 那Anyway 大家期待他之後會怎樣 或者直接放棄都可以 那我等下下 刺身翻的時候 看看我們再講一講 他衣櫃會變成怎樣 好 今集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